我把这三行直接就把它贴过来 那你会发现这三行到底有什么 跟各位讲其实蛮好理解的 这个还蛮... 第一个的话就是引用什么 引用MatePilab里面的折线图 叫PiPlot 这个PiPlot其实就是折线图的意思 然后呢这个PiPlot里面有个方法 叫Protor 这个Protor的话 它其实就是给两个串列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就两个串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这么辛苦这两个串 因为你要画图 就是一定要两个串列 你给其他的东西一概不接受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这个串列要熟悉 熟悉的话就简单了 最后就秀就可以了 图就画出来了 所以画图很简单 但是产生资料就不简单 OK 所以有的时候 像你们用Eseo也是一样 画图好像蛮简单 但是你给的资料 戳它画出来就怪怪的 有没有 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给对的资料 它就画出对的结果出来 但是执行之后第一个问题 就是会出现no module 所以以后你要看懂那个错误讯息 因为这个MatePilab 这一个套件它不是内建的 画图的套件 它是要额外安装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叫no module 所以以后你看到module 那样not the fontl 那指的就是你没有安装外挂 OK 反正以后你看到这个应该就慢慢习惯了 那怎么安装还记得吧 之前我们装过那个其他的嘛 那个open 那个什么 我们前面那个openpyxl 这个嘛 那其实做法一模一样哦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哪一个module 你没有装对不对哦 那如何安装呢 第一个的话哦 其实你可以先找到你的 你的那个什么 我们放它C叠吧 C叠底下的那个 这个地方叫什么 py384打开 有没有 接下来请你在上方点一下 打一个cmd enter 好这样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输入那一串还记得吧 那一串叫py384 如果记得的话 你就直接用那个之前的 贴过来也可以啦 贴过来改 它反正开头一样拍上 打错了 拍上 然后1-m 再打一个peep install 安装嘛 install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那个的名称 那个的名称叫什么 就是这一个 这个 matsprite lab 这个 copy一下 把它贴过来就可以啦 但不过有些 理论上应该大部分这样OK 但是少数的话 贴的话可能没办法直接上面贴 你上面有个状态 把它贴上 没出现 要不要自己打 自己打容易出错 这边没办法Ctrl V啦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避免错误 请你直接找到 那个 云端白板的第12个单元 就是 专门针对 绘图说 产生的一个 一个单元 上面这边就有啦 Pi1-m Matsprite Ctrl C好了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 好像我按右键 这样它就贴上了 Enter一下 如果没有输入错误的话 理论上应该它就会跑出这个 正在下载的 一个进度的状态列 最后如果你看到什么 反正关键就是 Successful的话 表示说你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你再去让它 应该 就会 看到有一个图 你绘制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应该不会太困难 等于是说 把外挂挂上去 怎么办 这装那么久 好像装了蛮多东西的 OK 我们就是这个我已经把它装好了 应该OK了 我刚刚看到它已经Successful 如果你假如没有Successful出现的话 那你可能把它关掉重开 我刚好像跑到一半 它就停掉了 它好像没装完 所以这应该装完了 底下我看到这个 C-mount斜线这个出现 那表示应该是结束了 但是底下它会跟你讲说 你要upgrade 它说你要把这个 PIP这个安装程式要升级 不过其实不升级不影响 所以底下这个 它要你升级 你不用去做没关系 OK不影响 好把它关掉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加这三行 那这三行其实就是利用那个折线图 MassPrilab这个套件 它的一个子物件吧 就是那个Pi 这个Prot 里面的一个这个Prot方法 然后呢给它两个串列 它就把它秀出来 执行一下 OK 那理论上的话 然后它底下如果假设它出现这个什么 图表的那个什么 绘图啊 什么什么 它如果无法显示的话 它说禁止 行内绘图 那请记得 我刚刚讲过 我请你 再设定第二个 所以其实我的MassPrilab有点麻烦 第一个要安装 第二个要设定 这是免不了的 那设定方法我的习惯是 把这边 iPython的控制台 绘图的部分改成行内就可以了 那按确定 OK 但是你说老师 我要再执行怎么还是跳出这个错误 很简单 因为 它必须把它整个关掉 再重开 才会 不可 OK 所以这个动作不能少 不然你现在再乱好 我记得好像它还是会跳这个 它一样会 我看一下 绘图 对对对 它会跑到绘图那边去 所以其实也跑出来 只是说你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切这个绘图吧 这里啊 这边有绘图 在这里 其实也会出来 只是说呢 它会跑到绘图里面去 OK 你们找一下 应该也会出现 好像不用重开 不用重开 直接就什么 这边可以往下拉一点 OK 绘图的地方 记得这边把它改成行内 OK 绘图把它改成行内 自动 OK 其他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你说老师好像 这个画出来图 好像跟你 这个在云端上面好像又有些地方没有 比如第一个 这条线好像 像 我的上面是有 那个节点的 有没有 点 然后颜色的话 我想改成 红色的 对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改这个的话 怎么改呢 其实很简单 你们其实后面可以延伸学习 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 看一下 第12个单元 如果假设你要设定 有节点的那个什么 有节点的 你就加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就是 一个字串 R 有没有 R值红色 这边有 R的话是红色 O的话是那个节点的样式 节点的样式 是一个圆 这个应该是O吧 然后减减的话 这个是虚线 所以这边有一个 虚线的样式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有这个样式 出现的话 很简单 把这个 Ctrl C之后 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列A 列B 再加个第三个参数 貼上去就可以了 加上 一个字串 RO- OK 把它执行一下 OK你会发现 而且有沒有看到 在繪圖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繪圖 這個地方是繪圖 就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看這個效果出來了 有沒有它有節點 圓的節點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想要 那個圓的節點怎麼辦 其實在這個單元那邊有 你可以自己再去改 這邊其實有個表 這邊如果你不要是 這個O的話 它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你要星號 或者是其他樣式 這邊就有mark 這邊可以去找一些其他樣式 你就可以把它拼湊 它就可以完成出你要的結果 這個是線的部分 另外的話還有其他哪一些地方 第十二單元這邊可以參考 其他的話就是說 像我還有增加什麼 增加上面這個標題的名稱 跟這個X軸跟Y軸的一個 算是什麼 軸上面的一個 標籤 然後還有哪一些 好像大概這個跟這兩個 那這個兩個怎麼加上去 這兩個加上去的方法很簡單 你們可以參考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頁吧 第七頁這邊其實有 其實就是這個title tlttitle 那我如果要加上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 字的大小的話就封size 24如果你覺得不夠大的話 你可以把它再加大 另外有一個叫什麼 xlabel 有沒有 xlabel其實可以理解 x是水平 y的話就是垂直 所以這個的話 字的大小分別是16 可以把這三行CtrlC CtrlC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 這個的下方 反正就在shows上方就可以了 好 就是加上這個xlabel 跟ylabel 還有title 字大小可以自己調整 一樣把它加上去之後執行一下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欸 你說老師執行之後呢 我明明是給中文啊 它為什麼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 有框框框框框 那其實這是亂碼啦 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MatePriLab這個套件 它是外語環境 它根本不知道說有中文 或者是其他多國語氣的問題 所以它預設是不能顯示的 那如果你要正確顯示 很簡單 只要在這個上方再加一行 跟它講說字型換成 我這邊是用微軟正黑體的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上方還有一行 這個叫什麼Plt.rc有沒有 指的就是字型設定 那字型如果要顯示的話 請你幫我用所謂的微軟的正黑體 這個是正黑有沒有 那這個字的名稱 我是直接去那個字型裡面 把英文名稱查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星系名題 你去字型裡面查一下 OK 也可以改成星系名題 那記得這行一定要加 如果這行沒加的話 一定是這樣子的狀態 你如果把它加上去之後的話 執行看看 結果 Family 不過這個圖好像它會一直把它疊上去 主要是加這一行上去 這樣就OK了 再把它跑一下 有了有沒有看到 那剛剛那個是因為 你這個按右鍵其實可以移除 剛剛的圖好像還在 所以它沒辦法正確顯示 你把它移除之後讓它重跑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字就正常了 而且看起來好像越來越 專業一點的感覺了 可以更完整一些 至於那個字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在調整 不過最後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 是只能在這邊顯示嗎 如果只能在這邊顯示 感覺好像很受限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張圖給存檔 有沒有 存檔才有意義嘛 不然的話你做這麼久 最後只能看 不能存 那感覺好像做得有點像多餘 OK所以最後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存檔的話 非常簡單 其實就一行程式啦 就是最後這個 叫做SafeFig有沒有 然後呢給它一個名稱 那副檔名好像預設就是PNG 所以我在秀的下方 再增加一個叫SafeFig 然後呢我把它存在哪裡好了 我把它存在低疊底下好了 OK看一下 好低疊底下 那名稱的話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點PNG OK好 這樣的話呢 哇那應該就更完整了 好哇做這麼久 終於可以把它存起來 感覺比較有那個 實際上的用途了 執行看看 PNG有沒有出現 好最後請你看一下 你的 我是放一疊啦 這邊有一個叫歷年切到折線 欸有了 PNG 它的大小會太大小2K 很小 OK打開看一下 應該是我們這邊沒有裝什麼 可以看的 如果不能看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直接用 用Chrome瀏覽器看吧 所以我直接拖拉到Chrome上面 空整眉眉支援 空整眉眉支援 欸 這我們再看看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看才對 最後的話 我是把它改一下 繪圖部分的話就不用行內 用QT5 不過如果假設 你在執行的時候 QT5出錯的話 可能在12個單元這邊也有 你變成你要去安裝一個叫 PY的QT5的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理論上已經 預設有了啦 不過理論上我剛剛是沒有裝 那你把它改成QT5 然後按OK之後的話 看可能要重開一下 那就不要讓它整個跑出來 你執行一下 它會跳一個視窗出現 它就不會放在 我們剛剛的繪圖的視窗裡面 而是會另外跳一個視窗 直接就放在QT5裡面 那這個主要原因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QT5剛剛好像存檔會失敗 我剛剛一直存 奇怪 怎麼一直好像都白的 後來我把它改成QT5之後的話 那現在去打開這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打開就OK了 是可以看 所以不妨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就是把它改成QT5 然後再去執行存檔的這個動作的話 應該就會是成功的 OK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 終於把圖給畫出來 而且可以存檔了 真的OK 所以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真的 因為越後面的東西 真的越複雜 而且越困難 不過如果你可以結合你工作上 實務需求的話 我是覺得你會覺得好像越來越有感覺 原來是可以真的對於工作上 有很大的幫助 OK 那當然啦 剛開始也許 反正就一點點小改變嘛 也許可能沒辦法 馬上達到那個很大的突破 可是至少你走出了這一步了 我是覺得你會發現 好多地方其實都可以慢慢的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最後再把這邊把它試試看 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存檔 存成像這樣子 歷年切到折現圖 如果假設你要改變 其實可以改 比如像那些樣式有沒有 如果你不想要圓的 你想要用矩形的有沒有 像這個節點嘛 OK 那或者是顏色你可以變 你說老師我不喜歡紅色的 我想要改成別的顏色 沒關係你可以 在第十二個單元那邊不是有個顏色 你在那個顏色自己選個別的顏色吧 改改看沒關係 還有其他還有什麼 這邊其實 這個預設是黑的啦 其實這邊都可以改其他顏色 不過目前我們不要把它弄那麼複雜 所以也就是說 最後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幾個要點就把它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今天的部分 把它完成 好